有人说主耶稣不单止将他的朋友们连在一起 他都是令和他敌对的人团结一心 我相信这个是有历史的证明 至少在耶稣的时代确实是这样的 耶稣骑着牢区荣耀地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 法利赛和他们的敌人 欺劣党人就一起商量如何将耶稣除去 这两党人在政治的理念上是两个极端 欺劣党是一个亲罗马政府的政治团体 他们是全力去支持罗马政府他们的政策 并且支持他们向人民去收税 他们的政治团体是很自然的 另一方面法利赛人 他们是拥护犹太教的宗教领袖 宗教组织 极力地反对罗马政府管克他们 他们都很支持犹太这个地方 可以独立 可以脱离罗马政权的 那就是这样的时候就很自然的 法利赛人和欺劣党人就是互相敌对的 但是很奇妙的 这两组细不两立的人竟然可以联手 来到图谋将耶稣除去 马太福音的第二十二章十六到十七节 就记载了有一些年轻的法利赛人 或者为什么年轻呢 可能他们比较单纯 还有欺劣党人的代表 就来到问耶稣一个问题了 他们就说耶稣啊 或者老师啊 我们知道你为人诚实 照着真理将神的道教导人 不顾忌任何人 因为你不顺情面 请把你的意见告诉我们 纳税给该杀 可不可以呢 哇 这个是一个很狡猾的问题 如果耶稣回答说 不行 不可以交税给该杀 那么欺劣党人就可以告他 反政权 但是如果耶稣说 可以 如果应该交给该杀 那么法利赛人就可以指控他 出卖犹太人了 他是一个无情无义的 一个出卖自己民族的人 所以呢 他如果这样的时候 他所有的侍奉 就会被否定了 耶稣的敌人 因此就会心中荣荣得意了 以为呢 哇 这一次真的捉了耶稣的痛脚了 那样 那样 耶稣就看出他们的恶意 就做了一个很聪明很明智的回答 在十八节 就说了 他就说 虚偽的人 你们为什么要试探我呢 那 纳粹的钱币 钱币呢 给我提一提 那 他们呢 就给耶稣 就是一个的前币 那群众呢 就静静的 就听了 就看下耶稣 怎样来回答 那 那 耶稣呢 就拿出这个的斗领 那 就问了 这个是哪个的帐啊 哪个的名号啊 他们回答就是 啊 凯撒的 可能呢 这些就是 希律党的人 就立刻 就这样反应了 就对他说了 那 耶稣就对他们说了 该杀的 应当归给该杀 神的 应该是归给神 哇 这个是一个 非常精彩的回答 想 陷害耶稣的人呢 只是你另一个头 很惊讶的 这样就离开了 各位弟兄姐妹 耶稣回答了 这句话 该杀的 应当归给该杀 神的 应当归给神 这句话呢 就告诉我们 两件事 第一 耶稣肯定了 世上的政权 或者是世上的政府 但是呢 同时间呢 他也是告诉我们 在这个世上的政权 是有限的 是有限的 所以今天 我们思考这段经文 《罗马书》 十三章 第一到第七节 是保罗对主耶稣 《起码提福音》二十二章 二十到二十一节 所说的说话呢 进一步的 来解释 我们看一下 《罗马书》的十三章 第七节 他就说 应当纳税的 《罗马书》 《罗马书》 这句话表示 《罗马书》 计划圈 也 nói 《罗马书》 不論是猶太教的猶太人,或是基督徒的猶太人,全部都說出羅馬 但是十幾年過去了,現在這些猶太人就回來了 加上當時羅馬政治上的不穩定,保羅擔心耶路撒冷的憤裔黨 這個革命運動會影響羅馬教會 令羅馬教會的兄姊妹在政治上分歧 有些就會撐住羅馬政府,站在羅馬政府那一邊 另外一邊可能會參加憤裔黨,來反抗羅馬地國,希望可以搞獨立 於是保羅寫了信給羅馬教會,教導他們應該怎樣來看待羅馬政府 要怎樣來對待羅馬政府 另外,你也要留意,有幾件事在羅馬書的十三章第一到七節是沒有說的 首先,他沒有說什麼呢?羅馬書的十三章一到七節是沒有告訴我們 當政府不履行上帝所交托給他們的職責和義務的時候 基督徒我們應當怎樣反應?這段經文沒有說 第二,這段經文也沒有說 當基督徒處於一個革命反叛當中的時候,應該怎樣做?這段經文沒有說的 第三方面,這段經文沒有告訴我們哪一種的政權或者政治主義是最理善的 沒有說的,保羅沒有批評哪一種的政權不好或者哪一種政治主義不好 他也沒有推薦某一個政治主義是最好的,沒有說的 很多基督徒就誤會了,以為民主或者自由的言論就是合乎聖經的政治觀 這個是很創悟的解經的方法,這個是很創悟的做法 聖經沒有支持民主或者任何屬性的政治體系 最後,如果使用羅馬書十三章這個教導,不會免除你和政權之間的張力 我們屬於天國的子民,應該怎樣來看待地上的政權呢? 寶羅首先告訴我們要有智慧的去信服政權 寶羅就跟我們說,在地上做政府的、執政的 那個權力都是上帝所給他們的 第一節他也說,他說沒有一個政權,一樣的權力不是從神來的 掌權的都是神設立的 世上所有的政權,無論是腐敗的或者是正直的 全部都是上帝所立的,但是都是他可以廢除的 但而你,他就很明白這件事了 但而你,他預言巴比倫的尼布格尼薩 這個王將會被上帝廢除的時候,他就這樣說 但而你,他說到 他說,願神的名得清重,從永遠直到永遠 因為智慧和能力都是屬於他的 他改變時間、季節 他廢王、立王 他是智慧及智慧人 是智識及聰明人 但而你,他知道 世界上的政權都是上帝所立的 所以他寧願積極地去到信服和服侍 尼布格尼薩這一位的暴君 但是很可惜,今天有很多基督徒 對於政府的態度不如但以理 對政府的政策沒有什麼興趣 不問不問的 很少參與關心政治的議題 有可能是因為基督徒認為自己是天國的子民 所以不在意這個人間政府是怎樣 所以這也是一個錯誤的觀念 這樣的觀念 加上或者基督徒對於腐敗的政權 覺得很失望 所以就採取一個不參與的心態 來看政治 弟兄姊妹 這個不應該是你應當有的態度 政府是上帝所設立的 如果你忽視他的時候 是上帝不喜悅的 所以基督徒在這個世上 應當是一個好的公民 你應該去關心一下 在你生活的地方 那個的政治 那個的政策 羅馬書十三章第一到第二節 主要的信息就是要你對政權有深切的去到信服的 在第一節一開始的時候 保羅以一個命令式的語氣就吩咐我們說 他說到政府的權力 人人都應當來服從 人人是一個很堅決性所指所有的基督徒 所有的信徒 就是這個強烈的信念 令到保羅寫出第二節 他就說到 所以抗拒掌權的 就是反對神所設立的 抗拒政權 就等於抗拒上帝 但是你要小心 如果你只是看這節經文的時候 而不參考其他聖經文的亮光的時候 你就會曲解聖經 你就很容易亂解 你會以為羅馬書的十三章第二節 就要你是沒有條件之下信服 或者是盲目的來信服政權 無論政府做什麼 你都要一味的信服 這個是錯誤的解經 世界第二次戰爭的時候 很多德國的基督徒 就是這樣解釋羅馬書的十三章第二節 雖然說那時候納粹黨 他們的政權 屠殺猶太人 但是基督徒認為 我們要一味的信服 一味信服政府的決定 但是 當你對照主耶穌所教導的 和其他聖經經文的時候 你會看到基督徒對於政權的信服 是有條件的 有時候你不信服掌權者 也都是基督徒所應當盡的本分和義務 那究竟有哪方面基督徒是不可以信服政權的呢 有哪方面是基督徒有義務去不信服呢 至少有三方面 有三方面基督徒應該去抗拒政權的 首先 如果政府要你去違背神的旨意 你不可以信服的 使徒行轉的第四章和第五章 你就會看到一個很典型的例子 那時候使徒彼得和若翰 他們到不同的地方去傳闊音的時候 被官方拘捕了 就帶到工會來受審判 官長就命令他們不要再奉耶穌基督的名傳道 使徒們不單止不信服 他們照樣來傳說耶穌基督 後來又被拘捕了 帶到大祭司的面前 大祭司就問他們 就說 我們已經嚴厲的吩咐過你們 不准再奉這個明教導 看看你們卻將你們的道理傳遍了耶路撒冷 想要將流者人血的責任推到我們的身上 彼得和仕途就這樣回答 服從神過於服從人 是應當地 上帝的命令總是高過我們地上的命令 政府的命令 上帝的命令是高過政府的政策的 這個是沒有例外的原則的 那些後法使徒榜樣的信徒 因為信服上帝的說話 所以要付出很昂貴的代價 甚至乎他們自己的生命 所以無論政府怎麼說怎麼做 基督徒絕對不可以違反上帝的旨意 上帝的命令 當地上的政府阻止教會傳福音 阻止看聖經或者講聖經 阻止基督徒一切的聚會 你就不應該來信服 因為這個是上帝對他指民的旨意 第二方面 如果政府要你做不道德的事情的時候 你要抗拒 這個就牽涉到倫理方面的事情 政府要我們妥協的 我們不可以的 例如為了所謂的安全起見 你要做假的不正確的紀律 這個不可以做的 為了保護某一個政府的部門 或者政府的單位 提供假的見證 包括統計的數字 以虛假的手段 來掩蓋屬下屬的錯誤等等 這些基督徒我們不可以因為政府的要求 而做出這些不道德的事情 第三方面 你不可以違背自己的良心 而去信服政府 我要在這裡澄清這件事 基督徒的良知是什麼 或者是良心是什麼 基督徒的良知就是根據 人對於聖經的形式 並且信服聖令的良知 根據一個基督徒對於聖經的理解 以及信服聖令的良知 這個範圍是很廣的 包括什麼呢 為了一些政治的議題 你要不要去參與和平的示威呢 對於某一種鼓吹同性戀 或者是無條件墮胎的機構的看法 還有 要不要建一個核子武器的工廠 或者是政府單位工作呢 基督徒絕對不可以得罪自己的良心 不可以掩住良心去信服政府 如果你不清楚 究竟某一件事情 是否合乎聖經的教導 而你的良心是沒有平安的時候 那你就不要去做了 你就不要去信服了 在這件事你要注意 基督徒在良知上有很大的分歧 舉個例子 反戰主義 pacifism 這些反戰主義的人 他們相信在任何情況下 你都不可以殺人 在任何之下 基督徒不可以當兵 你問他們 如果你的國家被人侵略的時候 敵軍殺到你的家裡的時候 你不會反抗 你不會對抗 反戰主義者就會說 我不會反抗 如果敵軍恐嚇你 要殺死你的全家 那你怎樣呢 他們就會說 我會盡量阻礙他們 但是不會反抗 就不會跟他們打過 如果他們開槍殺你 或者殺你的家人 不要緊 我會上天堂的 那你的家人怎麼辦 他們就說 上帝會保護他們 這個基督徒 他必須去遵行 他自己良心裡面 認為是對的事情去做 我們都是一樣的 另一方面 有些基督徒 就自願去當兵 當敵人打到自己的家裡的時候 殺到你的時候 他們要去保護自己的家園 這個都是出於自己的良心的 他們認為說 雖然我很討厭戰爭 雖然我不喜歡 但是我都要為了保護自己的國家 我是會討告祈求天賦 永遠不要用我打仗的技術 這個基督徒也是信著他自己的良知 來做這件事 所以我們的結論是什麼呢 就是如果政府要求你去做一些違背上帝旨意的事 你就不要去做 如果政府要你做一些不道德的事情 你就不要去做 第三就是如果是違背自己良心的事情 你就不要去做 不要去信服 在這些範圍之下 抗拒掌權者的命令 是基督徒的義務和責任 在羅馬書的第一和第二章 第一和第二節 羅馬書的十三章第一和第二節 就要你去信服掌權 你要信服的原因 是因為政權是上帝所立的 對有正確的理解的態度 你才可以做一個好的公民 要記住 你首先要完全的信服上帝 對上帝完全的信服 就包括你信服 或者不信服 就是這個世上掌權的政府 第二方面 這段經文也有說到政權的責任 羅馬書的十三章第三到第四節 就開始生的一段了 保羅在這裡就說出 政府對人民的基本的責任是什麼 請你留意 第四節就兩次提到 政權是神的伯奕 伯奕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執事的意思 換句話來說 政府是上帝的執事或者是伯人 所以政府要謙卑地服侍人民 這是政府基本的功能 這裡的教導說到政府是有意或者無意之中 是服侍上帝的 第六節也是這樣說 就是說政府是神的差異 就是說強調政府是伯人的角色 按照希臘文 這個是從宗教的角度來描述 強調以一個莊嚴的態度來服侍的 請你留意 第四節 他就說到政府是神的伯奕 是對你有益的 政權的作用就是保護國家和百姓的 甚至乎最腐敗的 最差的 最衰的政府都是一樣的 就算獨裁主義的政權 他們的領導也是好過沒有政府的狀態的 不知道你記不記得 在《時思記》十七章 就記載了以色列人歷史當中最黑暗的日子 《時思記》就記載說 在那些日子 以色列中沒有和 各人都行自己看為對的事 政權對我們有什麼益處呢? 第四節保羅就說 他是神的伯奕 是向作惡的人私下刑罰的 政府有替他們的人民對於罪惡私下刑罰的權力 上帝不要你以個人報仇的方式來處理罪惡 是藉著政府所納的司法法律來處置罪的 所以當政府正確地來發揮它的功能的時候 就對我們有益處了 雖然沒有一個政權去完美的 但是你也要感恩 為什麼呢? 因為它配劍不是沒有作用的 配劍是什麼意思? 就是一個象徵 象徵政府去懲罰作惡的一個權命 保羅喜第三節就說到 如果你行善做合法的事 你就不需要怕政府 對於今天來說也是一樣的 舉個例子 如果你開車 在一個時速60公里的公路上 你行60公里 你就不需要怕警察會抓你 是不是? 你就不需要怕警察會被你罰單 但是如果你在一個60公里的行制時速上 你開車你開80公里 你經過警方的radar的那個車的時候 相機的車的時候 你就很擔心了 是不是? 我有沒有被拍攝? 這樣 到目前為止 保羅要你知道 你要有智慧的 來信服掌權者 政府的功能是要維持社會的治安 服務人民 接下來 在第五到第七節 保羅就說明了 你信服政權的動力是什麼 羅馬書的十三章第五節 就要求基督徒信服政權 有更加高的動機 保羅說什麼? 保羅說 所以你們必須服從 不但為了認罰 也是因為良心的緣故 你信服政府 不是為了要避免政府罰你 或者是抓你 而有一個與眾不同的看法 就是要知道政權是上帝所持立的 耶穌在代替 要明白他們的政權是代替耶穌和上帝工作的 所以各位大兄姐妹 我們應該可以看到一個更加大的圖畫 即是說藉著對聖經的認識 並且信服聖靈所做的良心 你可以信服政權 我們應該怎樣實際的運用這個原則呢? 接下來 第六到第七節就有指示了 我們先看看第六節 第六節他說 因此你們也當納稅 因為他們是神的差役 尊負責處理這事的 這句說話對我們今天的基督徒 依然是實用的 當時羅馬的公民要交很重的稅 政府有時候都是亂浪費錢的 但是羅馬的基督徒他們要交稅 因為政府是上帝所設立的 是他的差役 所以基督徒我們應該交稅的時候 要是樂意的交稅 你要甘心樂意的 用一個甘心樂意的態度 來履行你對政府的責任和義務 第七節就把基督徒的義務聯繫在一起 他就說到你們要向國人清患所欠的 應當納稅的就要給他納稅 應當進貢的就要給他進貢 應當敬畏的就敬畏他 應當尊敬的就敬畏他 或者你現在對當權者感覺到很失望 或者你對某一個政府官員 他們的行為或者作風 你覺得很作謬 但是這些事情都不會成為你對政府 失去尊重的藉口 這位雖然是腐敗的領袖 他也是一個墮落的人 他都需要福音 但是他所擔任的一個職位 是上帝所指派的 雖然他沒有辦法令你完全滿意 但是你始終都是天國的子民 是基督徒 而基督徒就應當有基督的形象 所以基督徒要信服掌權 因為有幾個原因 政府是上帝所指派的 他是上帝用來維持次序 和服侍人民的器皿 第三就是我們看到政府 怎麼樣就是這樣 問題是你有沒有可以按著你所見到的經歷 或者是你所見到的東西 去順從他們 在羅馬尼路 Empereo 政權的時候 他就迫不基督徒 當他迫不基督徒的時候 仕途彼得寫了這樣的說話 彼得說 你們為主的緣故要信服人一切的制度 無論是自尊的君王 或者是君王所派上善法的官員 因為這是神的旨意 要藉著你們的善行 塞住糊塗毛之人的口 你們是自由的人 但是不要用自由來掩飾邪惡 總要將善的捕仁 要尊重眾人 愛護弟兄 敬畏神 尊敬君王 或者你對當權者失望 但是我們也要尊重他們 我們也要好好地為他們祈禱 不僅是彼得這樣說 如果你看看初期的教會 教會歷史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初期教會的領袖 在羅馬政府的迫不下 都是有同樣的挑戰 例如說 有位叫做殉道者尤斯丁 Justin Marta Justin Marta 他寫信給當時的皇帝 Marcus Aurelius 他就說 他就說 無論在哪裡 我們比任何人更加願意交稅 給所指派的人 因為這是耶穌教導我們的 我們指敬拜上帝 至於其他事情 我們願意服侍你 認同你是皇帝和人類的統治者 我們祈求你以均和的權兵 做出明治的判斷 這是Justin Marta 寫給當時的皇帝 那封信裡面所說的 同樣的 第二世紀 阿述的神學家 也是Justin Marta的學生 叫做達堤岸 他也是這樣說的 他就說 神吩咐我納稅 我就納稅 我的主吩咐我做奴隸 我便以奴隸的身份服侍 我願意尊敬所有的人 指示 你看看 當人吩咐我 否認神是 我便恕難從命 他的原則 跟我們剛才所說的原則一樣 還有一位教父 叫做Ethanagoras 他就叫做阿典 拉哥拉 他就寫信同樣的 給這一位 Marcus Arias 皇帝 他也是這樣說 他說 有誰給我們 更加值得你的體諒和支持 我們恨常為你的政府討告 以致你的國家 以及子孫不斷輕盛 以我們也樂而在你的統治下過太平的生活 聽你的命令和差遣 這些初期教父的言論和書信 就讓你知道 初期教會的信徒對政府的態度 和基本上都是很信服和友善的 弟兄姊妹 在基督裡面 你可以按著聖經的教導 活出對政府的信服的義務 同時間 當政府和上帝的旨意有抵觸的時候 你亦可以履行不信從政府的責任 當德國納粹黨很明顯地推行一個很殘忍的種族歧視 當時是屠殺那些猶太人的時間 信義會有一個牧師 叫做馬丁尼摩拉 馬丁尼摩拉 他堅持不斷地來傳說上帝的話 結果被納粹黨人抓了 就坐牢 在監獄裡面 監獄的牧師就來探望他 就問他一個很愚昧的問題 就問一位馬丁尼摩斯 就說 他有什麼東西把你帶到這裡來 你為什麼會坐牢 馬丁尼摩拉 這個牧師就反問一位監獄的牧者 就說 大兄,為什麼你不坐牢呢? 各位大兄姐妹 該殺的應當歸給該殺 殺的應當歸給神 這是上帝對天國子民的呼召 雖然你和我都不知道天日政府有什麼政策 雖然我們不知道這個政策對我們有沒有威脅 我們不知道這些執政者會不會通過一些和聖經原則有矛盾的政策呢? 但是你要知道,你要確信我們的上帝 是掌管明天的上帝 所以他給一切的執政者更加的可靠 更加值得我們信邁的 所以我們基督徒有這樣的義務 去到信服神 過於信服政府 我們一起的低頭投告 天父上帝,我們感謝你給我們有羅馬書十三章第一到七節的說話 我們都是感謝你給我們看到有其他的聖經的經文 例如馬帝福音二十二章的經文 主啊,我們都是感謝你 真是透過聖經全面的經文幫助我們看到 基督徒應該怎樣來對待地上的政權 求天父給我們有聰明智慧 做出不違背我們基督徒良心的選擇 主啊,我們知道信服政權是我們基本的原則和基本的責任 但是不信服政權 有時候都是我們基督徒所要付出的責任和代價 主啊,求你帶領我們 叫我們在凡事上知道 上帝你是掌管明天的上帝 凡事都有你自己的美意 求主,你幫助我們 叫我們直著我們面對世上的政權的時候 我們更加的對你有信心 更加的來信靠你的帶領 求主,你幫助我們每一個基督徒 我們這樣的祷告奉主耶穌基督名求 阿們